今天到了一個地方要例如說算命 我要怎麼樣分辨他到底是不是正派的 我們先來講一下 神棍 小帆妳很愛算命嗎對不對 我算是愛算命 妳算命是不是要去挑戰人家 我其實算是很鐵齒的人 我就覺得說那為什麼我的命會是妳說了算 確實是抱持了一點點就是想要踢管的心情去算命 那有提成功過嗎 因為我記性有點差你知道嗎 就每次聽差不多聽完了 可能只記得20然後經由時間的淡忘以後 就已經完全忘卻 她曾經講過什麼 妳剛剛講了一小段 這個圈子的重點 絕大多數的客人 都是算過就忘了 那幹嘛算 沒關係啊 反正妳算過就忘了 如果他就是個神棍 他只要賺到這通道錢就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 神棍 如果我今天到了一個地方 要例如說算命 或是問事什麼也好 我要怎麼樣分辨他到底是不是正派的 我們通常會用幾種方式來去分辨這個事情 我們常常在講 那種真正英文很好的人 不會在跟你講話的過程中間 夾雜英文 夾雜很多單字 同理可證 真正很厲害的 他不會把他的家或者是什麼擺得滿天神佛 所以你如果去到一個地方發現說 因為整個無炎瘴漲氣的 陰陰暗暗的 就有問題 那你就要擔心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要看他的場所 第一個 你進去以後會不會覺得很陰暗 然後髒亂不舒服 因為神明不喜歡在陰暗髒亂的地方 有一些邪教組織 他也都把它整理得很乾淨 對啊 超乾淨的啊 那還是沒辦法辨識啊 還是沒辦法辨識對不對 那第二個點就是說 看他跟你講什麼 他絕對不會去叫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謂的不好的事情是 譬如說雙修啊 哦 那我可能畢生沒有遇過神棍 因為我就沒有遇過有要夠雙修的 或者是啊 叫你啊 要拋棄家人的 或者是一進來就跟你講說 欸你身邊跟了一個小鬼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度過胎的 我們上課的時候 常看的時候跟大家講說 那個命理師啊 他只要算準30%就可以開業了 像你剛剛講的嘛 你不準不準你也會忘記啊 但準的會去跟人家宣傳 然後就帶帶客人來 所以他準30%就好 我們都同樣是很厲害的 那我們也不能說他們不對 可是確實是有一些人呢 他為了他的生意 他會做恐嚇行銷 可以跟你講說 欸你會怎麼樣 你會怎麼樣 然後我就跟你講說 來老師這邊有一張符跟你結緣 這張符可能免費的 那你回去的時候還發現 你還是很倒昧對不對 對 你就會問老師 那繼續倒昧 沒關係 因為上次那樣是免費 上次那樣是免費的嗎 法會 對 法會來 比較大同一天 8萬 你們家主線有問題 這也是一個別的情況 我們家主線有問題 然後他就開始問你說 你是不是主線都沒有在辦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有沒有 或是再年輕一點的人啊 大部分主線都沒有在辦 大部分主線都沒有在辦 對 你知道這個中獎機率有多高 五成以上 天啊 有沒有 準三成就可以開業了 神棍只要學會二到三句話術就可以了 對 你就覺得哇你好準 你怎麼知道我都沒拜祖先這樣 對 這是個套路啦 當然啦 我們必須要講喔 有的人可能真是因為主線沒有在辦喔 不管是宗教路線的人 或者是說命理師 他的工作都比較像是人生的導遊 他做的工作比較像是氣象局在幹的事情 跟醫生在幹的事情 對於你的建議啊 不會是那麼的決斷性 所謂的決斷性就是說 鐵口直斷的那一種 你這個沒有嫁後面都沒有姻緣 這個我有聽過 有沒有 他不會講出這種話 講出這種話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真的如此 真的 但是這個機率很低 為什麼機率很低呢 因為在古代有可能啊 古代50歲的女生就很難再嫁出去 現在50歲的女生都還很青春 那第二個事情是什麼 他學藝不經 我跟你講最高的機率是這一次 因為啊 他沒有思考的能力 他如果有思考的能力 他就會知道說 所謂的姻緣這件事情啊 很大的部分啊 你是要靠自己努力的經營跟追求的 當然譬如說我自己的前輩 有很多是那種很厲害可以鐵口直斷的 可是現在這個年代的命理邏輯呢 是生命有各種可能性 對 不會只有一種 第二種情況就是啊 這個通常比較多的 是恐嚇行銷 他要先想這樣子的講法呢 也需要懷疑 像有一些就是他其實真的就講一些那種 過去的事情很準的喔 就有人說像這樣子的算命師或是他其實就是神貴 他是不是養小鬼 所謂的很精準呢 有些時候是講了某些你私密的事情 可是這個私密的事情呢 可能是那種乍聽之下很厲害 可是你用邏輯去想一下其實還好 你房間是不是很髒亂 欸這乍聽其實是很厲害喔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老師你就是讓我擱起了我成年往事 組員大部分都女生嘛 女生不都很喜歡算命嗎 對 然後我們就曾經去一個公廟裡面 那個那個公廟在組員界非常非常的有名 總之有一天我就約到了 他就說 你小孩好像男人 房間好像地療 哈哈哈哈 我就覺得喔你好準喔 我後來仔細思考 房間好像地療這件事情 應該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對啊 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如果講的都是那種 譬如說你口袋裡面有多少錢 這樣也可以 喔可以喔 這個怎麼可能算得出來 這個算不出來 所以說這個 他是小偷 他是拿已經拿出來了 所以這個通常是有靈在跟他說 對那這種的比較就是你碰到的那種 他算過去很準 然後算未來不準 為什麼算未來不準 對為什麼 因為還沒發生看不到 對 因為還沒發生看不到 每一個人身上都有靈魂嘛 他的靈跟你的靈魂溝通 這種的會不會準呢 這種在某一些狀況下會準 譬如說他知道你身邊跟了一些不對的東西 可能前世的孕親債主 他打算要下個月讓你出車禍 那他就會準喔 因為他看到旁邊那個人準備要喊你 那他就會準 在講那什麼未來事業如何 這種的他就很弱 所以說這一類的 你就會知道說他其實可能不是只是算命這麼簡單 神棍他們通常可能就是為了要就是戀財 那有一些人他是不收錢的 大家記得一件事情啊 就是真正的好的神啊 不管是你用什麼名字來稱呼他 他都是告訴你要去讓自己活得更快樂跟更光明 如果說他要你為了他 或是為了那個教團 拋棄你的家人 你不要回家 然後那個怎麼樣 這都是不對的事情 或是說你的家人不支持你 那是因為他們是壞的 這也是不對的 或是因為你相信了他們 然後他開始叫你仇視你周圍其他人 這樣也是不對的 他這麼的大智慧 他怎麼可能去叫你做那些很情緒的事情 他一定是不合理的 每一個行業都有好的人跟不好的人 不管是宗教或是名利 當醫生也有用醫啊 每一個行業其實都有 要有智慧去分辨說 這到底是不是對不對的事情 下次有人跟你講說 你旁邊是不是跟著小孩 你也有耶 他們兩個在旁邊聊天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 天啊這門精神有問題 好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